美鳳聖誠 曲名 童谷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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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好 先歡迎大家今天在禮拜六的下午 我們還有民眾請來入座 然後我們待會要正式開始我先跟各位做我介紹一下 我是中大大學武理系的朱慶祺 也是這個家立科學廣場活動的主持人 今天我的學生很貼心喔 我幫你把作證我答 就是怕人家看不清楚我的名字 想要請教一下 這個活動我們每一週都會有一些新朋友 陸續續的加入我們 想請教一下 這個禮拜您是第一次參加家立科學廣場活動 可不可以舉手 讓我們知道一下 來 謝謝 那我們掌聲歡迎大家 多數的朋友都已經來過我們這個活動 大家知道我們的這個活動舉辦的精神 跟這個進行的方式 那但是我這邊因為有新朋友 我再次送一次喔 我們非常感謝中大學還有國會的支持 讓我們可以在每個禮拜六的下午 舉辦這樣的大眾科普活動 那也非常感謝在座所有朋友 一直對我們就是持續的有這個支持的力量 然後我們今天呢 很有趣喔 就是大家可能都知道就是 因為在這個領域久了 我們就會認識很多對教育充滿熱情的老師喔 那其中這一位呢 今天遠從高雄來 高雄真的很遠 他早上八點多就排車這樣子 就飆上來的 他開的還蠻快的 剛剛問過 剛剛有一套其實也到了 那謝老師喔 上一趟來我們這個 我們剛剛學的是去年的三約 所以我原則上就跟他約每年 希望他都可以來一趟 那謝老師來過以後 我的粉絲全部倒戈轉到他那邊去 你們待會就會知道為什麼 那謝老師做這部演講的經理 非常之豐富喔 他本身支援的 特別教育典會的講師 他每一年會有幾百場的聯想 所以在這麼多的演講場子裡頭 非常開心他可以支援我們這一場 那我看你們幾個鐘喔 我應該覺得我話中的意思 所以如果可以的話 謝謝 這樣壓力很大 沒有開始就倒戈了 那謝老師他本身是在高雄嘉欣國中 支援服務 然後他同時我也非常開心 他其實才剛拿到他的博士組位 然後他是高師大 高雄師範大學的科學教育的博士 所以在科學教育這一塊其實 謝老師是增加 但是我們一般人對於教授的刻板影響 你們會覺得哇 教授就是學者 那你們聽過謝老師的演講 因為對這個教授 或者是老師 或者一個自然科的老師 我相信會有不同的影響 那也會正在盡量跟大家講的 其實是化學中的物理概念 那各位可能知道 因為我們是家庭科學廣場 所以我們盡量就是 每一個科學的領域我們都可以照顧到 甚至連數學我們這個學期 都有排行場上的活動 所以非常精彩內容 我們現在就把時間交給我們謝祖玲 謝老師 請大家以最熱的掌聲 謝謝 謝謝朱教授的這個 這樣的介紹 這樣的開場白 我已經覺得壓力很大 這一場是第三百二十二場 那剛剛 朱老師這樣介紹 不好意思 其實不是每年這麼多場 聽死人 這樣都怕怎麼去 這樣的學校的工作可能要遲掉 對不對 其實最主要是假日 這樣加一加大概這八年來 八年來 累積三百二十二場 那這些活動 大部分都破到有個部落格 叫科學遊戲部落格 當然大家可以到科學教育中心來看 就我們中央大學科學教育中心來看 不過都要一個重要的人物 我們這個 黃老師 大家鼓勵鼓勵好不好 來 還跟著我 那個 我剛剛去 跑去那邊 我去哪邊 其實你有忘了 台南高鐵 台南高鐵還是一起過來的 沿路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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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沿路過來的 好 那既然都來了 我想 廢話不要太多 我們直接送一個正牆物 感謝大家今天下午 這麼好睡的天氣 竟然跑來這邊 參加我的活動 參加我們這個 中央大學科學中心舉辦活動 我們先送一個小小的光炸 我稍微再送之前 我先介紹一下 這個光炸有大概有四五種 四五種 像這個的話 是一個笑臉 smile 是一個笑臉 這個有拿過舉手一下吧 有看過的 沒有是不是 那今天正斷道了 這個是最新版的 這是一個光炸 它這上面是一個flexnel透鏡 其實它本身就是個放大鏡 也就是你放在太陽底下照 它有聚光的效果 真的那個紙可以燒起來 這樣了解 所以這個圓孔 這是一個光炸 這樣了解嗎 這個圓孔是個光炸 如果這一片是一個 這個草芳型 是個flexnel透鏡 它本身就是一隻紙齒 這樣了解嗎 所以我就請那個廠商 幫我開模製作的 就把idea給他 他要拿來製作 他說沒有收錢 沒有收錢 就是說 沒有賺到什麼利潤 就是他照樣賣我 所以賣便利一點 等一下來一年拿一支 那你說你喜歡什麼圖案 如果不喜歡跟對方換 好不好 我這邊可能就準備了60根 然後現場每個人都有 當然小孩都有 好 那現在我就把它放下去 那請那個來發一下 謝謝 非常多小禮物 好 竟然都從高雄來了 這是最近出來的 今年剛出來的小禮物 老師要幫忙發 來 拜 這給我們助教 助教 助教 助教來幫忙發一下 一人一根 大人小孩都有 我們家小朋友 照一下 閃光 零光一閃 相機一樣 零光一閃 好 現在你拿到之後 請你 我們準備要關燈了 我們先發一發 先發一下 好 你現在把那個 曹光景那一塊 來觀察那個 那個你要 你要用那本書的字 好不好 有沒有放大 有沒有放大 有 那可能就放大進來 好 這種透鏡叫 Fresnail透鏡 Fresnail 它是一個數學家所發明 叫Fresnail 一位法國數學家 把他跨谷物理領域 他只會來解決 正常問題 所以他發明這樣的一個東西 叫Fresnail透鏡 FREZNE 你可以上網看 Fresnail Fresnail透鏡 那個圓孔那個叫光炸 貴是貴在那個圓孔 那個圓孔 這樣小小一片55塊 蛤 這麼貴嗎 對 很貴 不會騙你 那圓孔 那小片圓孔就55塊 那個 這個粉套上下賣 賣100多 後來他就會大量製造 這家公司叫感恩實驗 幫他推銷一下 感動的感恩會的恩 感恩實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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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這樣散散請 知道嗎 對不對 他怎麼賣 那我是大量買 我每次買 買個兩三千片 當然你買個幾片 當然就 這個利潤上就不要跑來 稍微搶一下 那現在請你看一下 觀察一下 觀察一下 先用那個發明來觀察那個字 看你的手 看你的手毛 有沒有變大 可以嗎 有沒有變大 有 每個人都有嗎 有 好 那小豬腳可以觸動 把燈關一下好嗎 把燈稍微關一下 好 來那個 阿滿過來 阿滿 你站這邊 好 用閃光 過來這邊阿 阿滿 過來中間 中家大女 小五 好 來準備喔 他用閃光 準備好 來大家把那個拿起來看 怎麼看呢 看我這邊 你用雲孔來看 看那個對準 我們家阿滿 我們家那個小朋友 姐姐 好 好 準備按喔 好 想要看額口靠近眼睛 按這樣看 好 一二三 好 再一次 再一次 有些人都這樣看著喔 我們在衝啊 沒有 沒有那個人看得要瘋砸 他要噴眼光圓 好 再一次喔 來 小屁來準備 好 有看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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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一次 再一次喔 多到幾張 不喜歡照相 甚至多到幾張 在這邊 小屁來這裡 對 好 好 對準大家 一二 好 看到 看到 漂亮 好 好 漂亮對不對 好 再兩張 好 再兩張 如果兩張相機啊 也可以拍 一二 三 好 可以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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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好 好漂亮對不對 瞬間 好 瞬間 可以嗎 好 那你自己有沒有帶相機來 有喔 可怕是相機可以拿起來 現在相機不能拍照 大概要淘汰了 你拿起來 把你相機拿起來 沒有 那個數位 那個相機當然可以拍照 我只有手機要講錯 手機啊 風箭 可以嗎 有沒有帶手機來 有 如果 明明我們帶那個 相機也可以拍 用閃光 就可以這個效果 好 那現在呢 大家都拿起來可以的話 就自己拍一下 可以嗎 有喔 很漂亮對不對 這就是頂光圓 好 一定要看頂光圓 看智光都沒有效 要看頂光圓 叫小朋友 希望會直視太陽光 這樣有一點嗎 有啊 大家都看到了嗎 有沒有這個效果 好 接著呢 我來示範一下 我說講一下這個圓 它裡面的圓孔裡面的東西叫做 叫做那個 光炸 光炸 光是哪一個光呢 光圓的光 炸就是那個 平焦炸 平焦到炸欄的炸 一個木頭 一個木字塔 那旁邊是 側 幾側 一側 光炸 好 那大家看這邊 這是所謂的雷射 好 我弄一下 可以 這個燈 可能要關燈一下 要關燈 不好意思 要關燈 開開關關 好 那現在我們進入這個雷射明 大家看這邊 不是看到一個綠色光 愛心齁 可是你剛剛看到那個閃光 是不是彩色光對不對 是不是彩色光 這是什麼光 這是綠光 綠體綠光 好 看到沒 好 非常的亮 有沒有看到 那 假如說 你現在有黑色羽的話 可以拿起來照 例如說 我拿這個小乖的 藍色小乖的 藍色小乖借我一下 例如說 我們對準這個圓孔 你不要對準這邊 這邊照完這個沒有效果 它會變這樣 那如果我們從這邊照完 它就產生什麼 笑臉 這樣了解嗎 就產生笑臉 好 你看它旁邊乾色的條文字非常多 這個就是乾色 乾色的原理 乾色 豆乾的乾 色就是色幾種的色 三天水黃色 很多人都看不到 照旁邊一點 會不會很多人看不到 照這邊 這邊看得到 這樣可以看到嗎 可以喔 這樣看到 一個笑臉 這樣看到嗎 非常的簡單 這邊單色光 單色光 紅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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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雷射 好 那接著呢 我來示範一下 我們除了這個之外 還可以用這個 例如說 你可以觀察這個 大家可以看到 這個光就比較強 看到沒 有 有 有 彩虹 你要觀察就是點光源 看得到嗎 可以看到 可以看到 很清楚 那你可以觀察到 那一盞燈 然後那個是點光源 那就點光源 這裡就是點光源 看得到嗎 這點光源 一點的光 可以點光源 那你回家可以觀察 什麼月光 月光可以喔 月光是一種雲光 非常漂亮 然後你可以觀察 那個這種 露露燈 露露燈 像我都 坐在高雄 高雄畫中心 看那些露露燈 非常漂亮 那每個點 就形成 無全多的像 一個點就形成 無全多的像 就彈色條文 非常漂亮 看到喔 每個都看到嗎 每個都不太一樣 而且跟隔壁的交換相 那邊拿到的是 那隔壁的是蠻神 跟他交換 像校園啊 愛心啊 那都有 欸老師 欸 對對對 好像沒騙 好 這應該可以 這效果 好 這個不要想 這就想很多 那 借一下 這個不要很強 好 這個愛心 這個很強 那 看我打在這邊 他不要去焦 今天他形成無全做個像 所以只有一種 看到喔 大家看到我照到那邊 他就要好大一個愛心對不對 跟他不要模糊一點 好 這樣可以了解嗎 可以了解 非常多 可以喔 好 來 謝謝 好 我們可以把燈打開 好 這是跟光學相關的 你看我們把燈打開 這個光還已經很嚴重了 現在已經把光炸再度拿起來 我們用不同的光源來看 來我們把它打開喔 來 來 大家把光炸拿起來看 一二三 好 你看這個化學中的物理 我今天要講 比較化學中的物理概念 你看喔 這是 你現在觀察這個物理現象對不對 可是這個化學反應 就是所謂的燃燒 燃燒的化學反應 它產生能量就相當大 那假如說呢 我拿兩根 好拿兩根 好 兩根這樣 好注意看喔 來拿起來 兩根這樣 好 一二三 雙槍 雙槍 兩個 它應該是兩個光 有沒有 就是兩光 兩光的流攻 不是啦 我開玩笑的 看到喔 流攻 兩個光 看到喔 有啊 效果更好對不對 好棒喔 好 看是兩個光源 夾光源 這樣可以嗎 好 非常清楚 好 那這次真的可以把燈打開了 我們不要再開口 完全被受不了了 好 這就是簡單的光學 那我今天的講題 為什麼用這個當開頭呢 因為 它是一個簡單的化學反應 就是燃燒 它產生能量相當大 比這個我們看到的 頂光源多還大很多 大家了解有意思嗎 通常在學科上的分割 就是這樣 把物理跟化學怎樣 做怎樣 做切割的 我們把物理化學 生物 地球科學 理化 什麼天爐 都把它切割掉 所以我覺得這樣的分也不是不好 而是說我們可以針對這一門把它學得很深入 可是相對的 我們的學生 我們學生 學士人科學 沒有一個整體的概念 譬如說 研究生物的人就不懂光學 研究光學不懂化學 融化學不懂天文 那這樣的話就是 就是這種分解是 不是說不好 而是說我覺得當一個老師 要把它做一個統整 其實這些東西都是相關的 我們吃一塊什麼字下去對不對 多少個物理變化化學變化 但是它明明是生物領域 對不對 這樣懂我意思嗎 所以就是說我們 如果說這樣可以的話 去買一些相關的科普書籍 它會把這些科學遊戲 相關的概念都融為在一起 那這些概念跟概念之間 它是連結性的 是統整的 那不要做一個切割 例如物理歸物理化學歸化學 讓領域跨不過來 像剛剛我這樣的演示是故意 要把一個物理跟化學 想辦法把它連結在一起 這樣可以了解 我現在講的是 化學中的物理概念 OK 好 那我們現在 光一光的光學的部分 請那個 黃老師來示範一下 那個所謂的 那個 紅外線 因為剛剛我們看到的是 可見光 可見光 現在我要示範一個 什麼叫不可見光 它要示範叫做電子白板 可以嗎 放這邊用 好 可以嗎 好 好 那先示範的這邊呢 是用 紅外線筆 那紅外線筆呢 來應用到 教學上 那如果現場有 老師的話呢 尤其是小學老師 可能會比較實用一點 那怎麼用 就是首先呢 你要先準備一支 紅外線筆 那紅外線筆的意思 紅外線是不可見光 所以我按 其實它是有亮的 但是我們人的眼睛 是看不到的 那怎麼樣看得到 光的行李 就是透過鏡頭 你就可以看得到 那 現場如果那個 手機啊 或是照相機 我按一下看看 你應該可以看得到 光 但是如果 你鏡頭移開了之後 你的人的眼睛是看不到的 有看到嗎 有看到嗎 沒看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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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的眼睛當然看不到 不過鏡頭可以看得到 這個 沒有 沒有 這個 有有有 這樣看沒亮對不對 這樣明明有亮 它真的明明有亮 它可能的原因就是太亮 沒有耶 這是除了沒有一定的 好 看到嗎 等一下 會有10座LED燈 會有10座LED燈 那到時候我們再利用那個 鏡頭去看 用這個數位相機或手機的照相功能 怎麼會這樣 怎麼會這樣子呢 很奇怪 不可憐過 等一下實際操作的時候 各位家長 各位小孩 你就可以去看 好 那我這邊呢先介紹 那除了這支筆之外呢 還有Notebook 或者是電腦 那Notebook呢 因為它有內建藍牙的功能 所以呢 還要再接這支 那這支的是 Wii Wii的搖桿 那Wii的搖桿它的好處就是 它有紅外線接收器 還有藍牙的發射器 那藍牙的主要是跟Notebook去做連結 資料傳送 那紅外線的部分呢 就不得接收這支 紅外線筆 那紅外線筆 如果發射光源的話 透過它接收 接收之後 再連接電腦 你就可以利用投影機的 把任何東西變成屏幕 這支筆的就變成滑鼠 這樣去做 然後再配合了一些軟體 你在教學上面就無往不利 所以呢 我們來看一下 那怎麼用 那我這邊因為小孩子很多 所以我大概介紹一下就好 那實作的方面呢 那邊比較有趣一點 那我先介紹 大概介紹就好 好 請不要 請見諒 好 那首先呢 必須準備軟體了 你的Notebook有藍牙 你就要把藍牙叫出來 然後呢 跟這支搖桿做連線 這是第一個步驟 那第二個步驟 連線完了之後呢 就要利用軟體 這個是電子白板的其中一個 一套軟體 好 那連線完了之後呢 你就會發現 這個部分 就是我們的螢幕 那剛剛我們 剛剛我在試的時候呢 它是正方形的螢幕 很好 但是呢 一堆人進來之後 它就變形了 它就變形了 那我在這邊調了好久 也沒辦法 所以我大概演示一下 那這邊呢 需要用紅外線筆的去做定位 那定位的方式就是四隻腳 四個腳 把它定位出來 一二三四 你的滑鼠呢 這支紅外線筆的就可以變成滑鼠 各位好 各位家長呢 跟小孩子呢 你就可以看螢幕 它的滑鼠的指標呢 會跟著我的LED燈在那邊移動 那這個呢 就是左鍵 那這個軟體的好處呢 就是它可以變成右鍵 在這裡 但是呢 它不方便的原因是 你要換左鍵換右鍵的話 你就要這邊調 調成左鍵 調成右鍵 不方便的地方 但是 欸 又跳回來了 這邊 那這個區域呢 就是我們的螢幕 那 如果現場老師的話 你可以配合了其他的 像是軟體之類 那這個是 畫筆軟體 那畫筆軟體的話 我們這支黃外線筆的 就可以當作畫筆 這樣子寫 那 配合了其他的教學軟體 你就可以做自由的應用 那像教育部的自由軟體區 你就可以找到 譬如說化學的軟體啊 語言的軟體 音樂的軟體 還有物理的軟體 數學軟體 都有 然後再配合這個螢幕的畫筆軟體 你就可以拿這個電子白板用 這樣懂我意思嗎 這個就是紅外線筆的應用 配合我們的電腦還有單槍 去做一個自製的電子白板 因為我們學校有可能會買電子白板 那一套至少都十萬左右 那這一套的話 各位猜一下 它總共呢 成本多少 這個通覆格不要算 按照不要算 兩千左右而已 一支VMOD 一千零五十 這支自製的紅外線筆 大概幾十塊 那這支紅外線筆 是我自己製作的 LED燈大概是十幾塊而已 那這個是奇異筆 電子白板筆 不是電子白板 太神奇了 白板筆 然後定時做 那這個呢 開關 按壓開關 是我拆滑鼠 滑鼠壞掉了 那滑鼠的左鍵跟右鍵都是開關 所以我把它拆掉 拿來擰 然後做成一個電路組 做成一支紅外線的LED燈 所以其實它基本 大概不會超過五十塊 二十幾塊而已 所以成本很便宜 利用在教學上的話 就很好用 在網路上其實可以找到很多資料 因為全台灣呢 這個已經算是 自從有衛出來之後 它大概是已經三四年的時間 所以很多老師在做 那我秀一下 那各位如果有興趣的話 這個要不要把它關掉 有興趣的話呢 你就用Google去搜尋一下 那這個電子版 自製電子白板呢 是美國的一間卡內基大學 一個博士研究生所發明出來的 就是這個 就是這個 這個 他叫 江利利 那這個我們不看 如果有機會的話就去看 這個比較 對小孩子比較沒有趣味一點 這個比較對小孩子比較沒有趣味一點 這個比較對小孩子比較沒有趣味一點 就出來 對小孩子 那這邊呢 有介紹 電 硬體的設備 還有軟體的設備 這些都是硬體的設備 還有軟體的準備 那你只要在Google上面呢 打上自製電子白板 就出現一大坑 那YouTube以上也可以 你就電子白板打進去 有一堆的實作給你看 所以 這邊稍微介紹一下 那正確來講呢 他應該會出現這個螢幕才對 所以你 V的擺放的位置是很重要的 因為他接收的範圍 大概是45度角這樣出去 所以你可以 各位可以看到了 我的notebook跟我的V 大概是呈現45度角的範圍去接收 所以 只要硬體準備好的軟體的網路都可以抓得到 所以最重要的就是這支 所以我們呢 就來實作一下 好 那我們發一下 做紅花線 紅花線 好 偶爾再講解一下怎麼做 那現在好 大家看我這邊 處理買一個衣甲 那那個如果參加過陳秋銘教授的那個演習 他或有參加看過他的場次 像這個科學教育中心所舉辦的 你要記得把圖釘 那這個是家長來做好了 那把圖釘釘在兩側 這樣了解吧 釘在上下 當作一個鱷魚夾 那做出來就像這樣子 好 在這邊 那為什麼要做這個呢 我就故意要把這個 所謂的紅外線LED燈把它夾在裡面 這是我們最新研發的 那這個部分呢 就是把它夾住 那中間還需要一個什麼東西 不用決定 就是要它形狀通路 所以要需要一顆電池 那用什麼電池 最好用這種小電池 就是所謂水銀電池 讓它夾著 就形狠通路 這樣了解 那你不要的話 就把它水銀電池拿下來 那很有趣的是說 等一下人家問說 奇怪 那你這樣子不可天光 那為什麼知道它有沒有發光 當然不曉得 對不對 不過用著心意啊 你聰明的話就看得到衣服 看不到 那看不到我們就灑光 不是 我們用CTD CCD或新夢 就是所謂的一般的 你有帶手機來嗎 那手機也可以照相功能 就可以看得到 你把它調整到照相功能 就可以看得到 這是紅外線 LED燈 最近比較新出來的東西 氣增之前就有 之前就有 只是說 現在大量生產 那這一顆才10塊而已 我們都用買40塊錢 好 那我們就點子才10塊錢 隔一次就買了100多顆 等一下呢 就 這樣子好不好 我看以家庭為單位 好不好 家庭為單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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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只要是大人 小孩 小孩就先不拿 我們先以大人為主 大人都有 每個大人都有 就以大人為主 好不好 我們家來也兩個 那當然最好 那我來三個 沒有啊 不是小三 不是小三更長 不是我的意思是說 包含那個阿公媽媽都來的話 那就拿三顆 沒關係 這個就 一人一顆LED燈 一個一夾 一夾 然後竹丁把它釘在兩層 這個就是用那個 用那個LED燈把它勾住 再一顆什麼 那個水電子 這樣了解 這樣子 樣本在這裡 就很簡單 就這樣夾就好 那加住LED燈 加住LED燈 水電子就會發光 那你看不出來 怎麼辦 用手機來看 照相通的手機來看 這樣可以嗎 很簡單 就這麼簡單 就行為通路 那你不要的話 水電子要放下來 不然會不會變 好 那就把它發去 我們先發水電子 你就傳下去 大人為主 好不好 幫我發 那一夾你把它去 這樣就實作一點 那這邊呢 補充一下 你只要拿到LED燈 電子 其實呢 就可以用手段 一壓一壓 對 那你去壓的時候 你就拿你的手機出來 那個看鏡頭 對準它 看看如果它發亮的話 跟不暗的時候 一個兩個 利用鏡頭 看它的差別在哪裡 注意看喔 如果不會做的 看著我這邊 好 第一次呢 我們先把它刺進去 刺到那個去 好 刺到一端 這樣懂嗎 就等於做一個鱷魚甲 就刺一個啦 把它刺到一端 然後再拿一個圖丁 再刺另外一端 一次要兩顆圖丁 對 上下 就是夾住的地方 就是夾住的地方 這個一開始的研發者 是那個陳佑銘教授 我第一次看到他做 他做一個簡單的鱷魚甲 那你吃的時候小心喔 不要刺到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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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前沒有你吃過 手過了 這還會刺到手 還蠻困難的 這樣可以嗎 大家看得到嗎 就這樣夾 就這樣就好了 這樣可以嗎 可以嗎 這樣可以看到 清不清楚 清楚齁 就上下 我做慢一點 可以齁 很清楚齁 接著呢 我們拿出那個LED燈 它有長短角 不管它 不管長短 這樣了解齁 接著呢 把它弄彎 把它弄彎 弄彎 好 沒關係 好 謝謝老師 這個把它弄彎 我習慣科號 不好意思 這樣可以嗎 弄彎 大家看得到嗎 再上面一點 再上面一點 這樣 可以齁 弄彎的目的就是讓它 讓它勾住 好 勾住那個 土地 弄彎的目的就是勾住兩邊的土地 讓它勾住 這樣下去嗎 為了讓它勾住 那它就形成一個裝飾了 把它勾上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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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請看助教說 你把它 怎麼是我在做 這個洪外先生 我介紹一下它的規格 它的波長大概是940奈米 然後它的電壓值大概是 建立於1.3到2.2 所以你用一顆電池就可以驅動它 驅動它 那它呢 是當作發射端 所以你一定要有接收段 你才能做一個資料的傳輸 那像我們的家裡面的遙控器 其實就是這種很容易的 那個燈頭 所以如果你家裡面有 小空氣的話 你也可以拿去 找找看 也是紅白線 好 那就是電腦 那如果你要是電腦 你就麥克風講一下說 好 那是電子氣 電腦 OK 因為你只要充電 你就會看到紅點的話 就是它的電腦技術 它的材料 對 對 我們家已經晚了 大概禮拜了 它的材料不是很好 為了買派系 要花了六千塊 只要看不到紅光 很通電的時候 看不到紅光 沒有沒有沒有 只要介紹一下 就是上次我們玩的 像這個 這就是一本訣問 大家知道 我們搶答 答對了 多送一支 那個 多送一支 那個什麼 光炸詞 光炸的詞 沒死 沒死 無死之辭 那走吧 那我碰一個想杯 對想的杯子 好 請問 注意聽喔 請問 第一個 發明電池的是哪一位科學家 兩個字 請說 福打 答對了福打 說哪一個 這叫想杯 福打 好 請問 注意聽喔 請問 福打 這位科學家 他發明了電池對不對 那這來自於誰的 提出的假說 誰的靈感 這比較難一點 他做了青蛙實驗 結果青蛙腿在那邊抽噓 那邊 踢踢踢踢 有生物鏈喔 進度生物鏈 是 是金屬的 火性不一樣 有沒有誰知道 這會問太學術了 叫做假髮 假髮 一拉一科學家 算了 問一個比較簡單的 自由落體 證明說 種子跟青蛙釣魚一樣快 是誰啊 三個字 說啊 請說 切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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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剛剛聽了愛因斯坦 好 我交給他 開玩笑 切笛 非常好 這東西叫想悲 這東西叫想悲 那現在 等一下他們除了送之外 當然就大人家一人一個 好不好 那我來講一下 關於這種化學的概念 化學的概念 它涉及到很多物理概念 牽涉到很多物理概念 我要講什麼呢 我這意思就是說 像金屬模式不一樣 像這個東西啊 叫做什麼 水銀電池 所以記得喔 這個東西用完之後 沒有電 怎麼辦 要回收 因為這個影響很大耶 我們台灣每年用掉多少幾千噸的電池 各種電池 用掉幾千噸 回收率只有40%不到 而且我們算比美國高很多 大家知道這一點嗎 環保的概念來講 那我稍微講一下化學中的物理概念 電池它本身是一顆怎樣 等於說是化學能轉換成電能 OK 那電能這個概念是來自於物理的 以前科學家以為怎樣 以為說那個電流怎麼流 是用正電流向負電 大家了解嗎 正電流向負電 實際上不是這樣 是負電流向正電 這是電子流 電流是一個假想的概念 大概這個觀念 也就是說化學裡面的 它是一個化學變化 那透過這個化學變化 產生了電能 這個電能是物理概念 我要強調是這個東西 那我今天講題的目的就是說 我們透過一些化學變化 來看到一些物理現象 而這個物理現象 有運含了一些物理概念 那同時它也具有一些化學概念在裡面 然後我們常常就把學科給切割掉 就不再贅數啦 大概這個概念 所以我們要有一個創意或創新的看法的話 是要給全局式的 不是成局啦 我們市長是成局 我說全局式的想法 全局式的 一個大局的想法 然後不要讓小朋友 只專注在某一個小小小小的小林檔裡面 例如說一個小化學 一個小物理 其實它這些東西它是一個全局 是一個 是一個 一個全物的整體的全款的概念 我想這種學習是必要的 這樣可以嗎 好 那我現在就把那個小杯發下去 他出門拿到禮物了就保留了 那我就發給大家一個杯子 那這個杯子如果你不會玩的話 就當茶杯吧 那我來示範一下 把需要一點水就可以 我來磨一下 好這個水不用太多 這東西要想杯 好 好 注意看喔 抓要這樣抓 抓要這樣抓 那用食指 沾壓水 當然用中指不反對啦 雖然不好看 那接著呢 我們就沿著 指腹就是 那個手指的八豆 肚子 這樣磨 這樣了解嗎 這樣磨 這樣懂嗎 那等一下我們看看誰磨出的聲音最大聲 這很神奇喔 從旁邊來磨 那你記得水不要太多不要太少 等一下喔 我先適應一下 等一下還沒 應該是不用那個 這樣就比較想杯了 等一下我先適應一下 適應一下 有沒有誰可以磨出聲音喔 我們磨看看啊 我先適應一下 這要一段時間喔 要適應一下 他的聲音很清脆喔 老師等於要練 沾一點水就可以了 這個水還可以磨 有聽到聲音 但是不知道是誰的聲音 因為他每個音量都一樣 喔有了喔 是我的嗎 喔你們的 喔有了有了 才能共鳴的現象 喔好神奇喔 有了喔 哇不錯喔 我們這一群非常的優秀 講師事以為成功 結果大家不成功 傷好幸福 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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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這個杯子稍微講一下它的原油 每個年紀預模沒關係 這個杯子是有一次我在網路上看到這個東西 它叫響杯 大家看一下它上面寫什麼 TA就是茶 HOPE就是香 物香的香 所以TA就是佳麟 就是茶香 茶香是九個力地震 很多瘦在乎無以為基 因為他們種的是茶葉 大家瞭解 於是他們 有一個來自景格陣的老師 就帶著他們做 做這種東西 每做一百個大概是五十個而已 這樣瞭解意思嗎 所以剛開始賣的話 他們是這樣賣 你訂了十斤茶葉送一個杯子 然後我就打電話過去 我要訂兩百個 他說天啊 那你可能要訂兩萬斤 兩千斤 我比較 喝茶葉是喝到暴力 怎麼可能 對不對 所以我就說 那我可不可以直接買杯子 他說不行 後來經過一段時間之後 我就介紹自己是科學老師 他喜歡用這個當教具 而且幫你們負心產業 結果他們現在這個杯子賣的 比茶葉好很多 這個高情還該悲傷 這故事是這樣的 所以我們等於幫助了受災 沒有事情很偉大 但是就是說 教具背後的一個故事是這樣的 這叫響杯 這樣有點 那每次我在辦公室 有時候跟校長聊天 之前那個校長一起玩喝茶 然後我就在 喔 他們就好響 就在 就這麼響 就這麼響 就這麼響的聲音 然後他們就把自己的茶杯拿起來 你知道嗎 沒有聲音 你要是你用你的茶杯摸出聲音 我讓你喵 但是不可能是你 你喵 不可能是你 高腳杯可以 所以我今天有帶高腳杯 高腳杯 可以嗎 可以嗎 這音量比較高 那這音量稍微偏低 那你可以再加多一點水 這樣的話 你會一看就是說 喔 那個水量比如說 越高越高越高 那音量越高越低 那音量越高越低 那你會發現 水量越高越低 它是整體在共振 所以你現在拿到這個小杯 它是整體在共振 所以你現在拿到這個小杯 它是整體在共振 好 你看這個聲音就是要來講這樣 很特別的杯子對不對 好 謝謝 那假如說我們水給它加多一點 加多一點 再加多一點 加那麼多對不對 好 這音量就更低 可以嗎 這音量就這樣 好 記得這個音量 然後接著把它弄掉 好 弄好 角色沒有水了 好 那這樣子 音量 所以音量比較高 很明顯對不對 好 應該很明顯 好 忘記的話再加多一點 好 加多一點 好 這樣來試 很明顯對不對 音量比較低啊 這樣可以了解嗎 你可以比較不同杯子 那你可以比較不同杯子 它音色又不一樣 好 所以我們在博弓教學的話 就是涉及到響度音量音色 響度就是什麼 就是音量大小 那什麼叫音量 音量高低啊 對不對 那女人齁 像男人啊 設的是音量 對不對 這震動啊 這震動頻率比較低一點 大概兩百多 一秒鐘兩百多 好 然後如果是怎樣 如果是超過怎樣 超過三百多 四百多 就是女生的聲音 對不對 所以女生如果 欺負起來的話 就嚇死人 對不對 擦一下 就嚇死人 就嚇死人 所以 不要跟女生吵架 好 男生一定要低嘛 女生一定要高啊 高了好幾度啊 對不對 所以沒辦法震動次數 好 我來搶答一下好不好 有沒有多了杯子啊 有多了杯子 好 搶答 2萬 不對 對 2萬 2萬 2萬左右 我衝他一個 就是2萬 2萬赫以上 超音波 超音波跟超音速不一樣 不一樣喔 超音速是每秒超過340公尺 超音波是超過2萬赫 就是每秒震動2萬次以上 沒有 就聽不到的聲音 叫蝙蝠啊 海盾啊 鯨魚這些 這樣可以了解 這樣可以了解 好 像大象喔 大象發出的是低頻 就每秒震動大概20次以上 低頻的聲音傳得比較遠 好 好 像鯨魚啊 它從北大西洋發出聲波 可以到太平洋的鯨魚還聽得到 好 很誇張對不對 所以我覺得 像這種東西都是可以讓小朋友去閱讀的 相關的 像鴻魚也會發出 那個 發出那個超音波 鯨魚也會喔 這是最新的研究 像鴻魚也是啊 那所以我想 通過這樣的教學 那當學生體驗到聲音之外 還可以學到一些科普的基本指示 好 等一下呢 你會拿到一整套這樣的 紫字忘記 OK 我要講一下它的來源 它的來源是那個 地球科學一個專家 叫做孫維新博士 他研發的 當然小孩 一人一個應該夠吧 這邊有沒有超過80個 有 85 85個 應該夠還對 這邊好像帶90個來 應該夠 我們請就是小孩先拿好了 好啊 對 就是小朋友每個都有一個 小朋友先拿好了 多的再給大 多的再給大 這是我們小朋友為主 好不好 好 那你把它打開之後呢 有一個紫 一個紫 這個叫紫維新的外殼 那這個是什麼東西呢 這裡面有一個 你摸一下 這就是所謂的 凹破鏡 不要小那個叫凹破鏡 雙凹破鏡 你摸一下 它是凹的 那去觀察 你會看到 這樣我就看到 很多奮跟美女 對不對 還有可愛的小朋友 小乖 那這個東西呢 小乖就是你 那這個呢 就是雙凹破鏡 雙凹破鏡 它比較小 然後可以看到是正立的虛向 正立的 而且是縮小虛向 小乖 好可愛 那這個呢 你再拿一個 對喔 因為像剛剛的 飛行的透鏡 它是放大鏡 你可以摸一下 沒關係 但是不要刮上它 它是一個平凸透鏡 那你看到應該是 導力的實相 導力相 虛向實相 我們剛好分辨 但是喔 你看它是導力的 而且是縮小的 然後如果你看字 它是放大 你摸一下 是平凸透鏡 可以嗎 嘿 你先認識光學的鏡片 因為我現在帶來 光學的霧氣比較多 這是一個平凸透鏡 這是一個平凸透鏡 拿到了沒 都OK了沒 好 那接著呢 我來示範一下一些東西 欸 火箱要兩邊 火沙 那邊 掉了 掉了 沒關係 我再說幾天了 可是我拿一下 拿一下剪刀 好 好 今天辛苦了 稍微 不然借一下 謝謝 謝謝 已經好了是不是 不好意思 我剛剛那個 謝謝 好 等一下 注意聽喔 不然等一下你不會做喔 要注意聽喔 這個做成功有獎品的喔 好 來 有獎品的喔 好的獎品 這個呢 你可以拍全家 現在照相館有請這個東西 叫做3D眼鏡 有沒有聽過3D眼鏡 那那個河南進口的喔 像我帶這個小朋友 他去參加那個什麼 那個叫做那個 不是下高 那個畢卡索 畢卡索的展 在南 南海路啊 大家有沒有去過 有去過 那種高檔 我特意從高檔開過上去 那天還下大雨 然後就進去看畢卡索的特展 那個畢卡索 一出來 他就賣一些 那個3D眼鏡 那一套喔 250 有沒有誰買 不曉得 沒那麼傻去買 那我就只能買 因為我是教學用的 那這個呢 他喔 那個地底眼鏡 其實我們用這種簡單的東西 來製作就好 這樣一套紙織網 其實大概20塊以內 20塊以內 然後呢 自己去下載一些圖片 你可以拍全家庫 例如說 這樣拍一張對不對 拍兩 就是洗出兩片 那這兩片這樣 你了解嗎 那你要去調整間距 像這樣的兩張 完全一樣喔 那這時候你把它 調整這個間距 然後這時候 你哪一片來看呢 你拿這一片 就是平圖透鏡來看 然後你要去調那個眼距 然後你會發現喔 這個呢 就是視差原理 他會把兩張圖片這樣看成這樣子 視覺的視差異的差 叫視差原理 這樣 就兩片這樣對不對 那你會把這兩片看成重疊了 那重疊喔 我們兩個眼睛 看到的那個距離是不一樣的 所以他把底下 一重疊的時候 居然看成立體的 董哥老師 那是不是7月份才會發生的事嗎 不是喔 這是因為視差現象 所以它不是跟鬼神有關 是跟我們有關 跟我們物理概念有關 這樣可以嗎 因為就是剛道路過 然後從前一個小子 這樣重疊也增強路 這樣可以嗎 好 那我來講解一下 這個指字望遠鏡怎麼做到 就是說你觀察完 這個照片之後 看到視差原理之後 對不對 看到3D眼鏡之後 你接著呢 要做的是這個東西 就是所謂的 指字望遠鏡 那有朋友也說 老師啊 如果我把指字望遠鏡做完之後 我就不能再觀察什麼 不能再觀察那個3D眼鏡了啊 沒有 還是可以 稍微介紹一下 你現在呢 把這個3D眼鏡 把這個呢 這個指字望遠鏡打開 它後面喔 有所謂的鬆面膠帶 有找到沒 有找到齁 有看到嗎 有問題 膠帶有貼三個地方 有沒有找到 有沒有找到 有齁 沒找到看一下那個 沒找到看一下 我剛剛講錯了 沒找到看一下有找到 應該說有找到 欸 有找到 沒有找到 沒找到去看一下有找到的地方 總共有三個 三個地方 四個地方 糟糕 今天講是一直蠢蠢 不是 我是看你們要專心 總共有四個地方的貼膠布 看到沒 好 接著試開之後呢 我們要做哪件事呢 我們把這個平凸透鏡 大的貼大的地方 小的貼小的地方 就這樣貼上去 就這樣貼上去 對 講得好 平的最好是朝向 就是朝外 平的朝向 講好 看什麼 朝向 你過去知道一下 平的朝外 朝外 平的這一面朝外 看 容易刮傷啦 其實都不會啦 你放心啦 出了朝外其實也影響不到 這樣可以嗎 貼上去 來 大家先貼上去喔 對 大的貼大的 小的貼小的 好 雙凹透鏡 貼在小的部分 這個齁 我都請廠商齁 把它做好 之前那個膠布還要自己貼 好了沒 貼成這樣 低盤看得到嗎 貼成這樣 平的朝外 凸的朝外其實也差不多啦 其實差不多 那雙凹透鏡就沒有所謂的凹的 你知道兩邊都雙凹嗎 第二排看得到嗎 第二排 有得看到嗎 就貼成這樣 第三排可以嗎 看得到嗎 那兩邊都是凸的所以沒有問題 嘿 兩邊都 應該說兩邊都凹的啦 一個是平凸嘛 大的是平凸嘛 你摸就知道一個是平一個是凸的嘛 看得到嗎 對 兩邊都要對面穿 就這樣子 大一邊大 小一邊小 那比較我學問的是那個套的部分 剩下的是最後兩邊膠布怎麼貼 喔不要移動 喔不要移動 喔我的習慣是這樣子 我就坐在原位好 這就是一半齁 看不到我看一下螢幕 就這樣貼 非常簡單 非常簡單 還有平方 真的很簡單 可以嗎 這樣可以嗎 這樣還沒有完成喔 還有兩個送命膠 對不對 還有兩個送命膠帶 好接著呢 我們把送命膠帶怎麼貼呢 好這樣子貼起來 這樣可以嗎 這樣把它貼起來 然後這個呢 一樣這樣把它貼起來 好貼起來就像這樣子 好 很像誰你知道嗎 卡通電影 非常好 送一個禮物 等一下要送一個禮物 瓦莉 答對了瓦莉喔 那你是問小朋友 瓦莉女朋友是誰啊 衣服喔 衣服喔 不是褲子啦 衣服啦 這樣有問題 海人寶寶 不是海人寶寶啦 不是海人寶寶啦 對啊 我們動畫一定去看 看到沒就這樣子 那你可以看喔 就可以看 大概四倍大 四倍大的那個 可以把東西放大四倍左右 這就是此次望遠鏡 然後等一下呢 請你把做完的那個 那一張 兩張 兩張圖片 對不對 放進去裡面 去調整它的兼具 理論上可以看到3D的效果 沒有 是有小看到大 有小看到大 有小看到大 有小看到嗎 有問題的看下 那個 螢幕 有問題的看一下 螢幕 有問題的看一下螢幕 我們開車 開到頭暈了 太多興了 是是是 哇 對對對 這樣就可以 好 哦 對對對 對 老師剛剛有講 這樣可以嗎 有問題看下螢幕嗎? 我看大部分同學都會成功 大部分是朋友 戴了兩個角色 可以嗎? 有看到比較遠的地方嗎? 有嗎?有沒有看到比較遠? 就只有指字往近 怎麼收起來會不會? 怎麼收起來? 對 但是你那個兩邊不要吐出來 往內奧 那個裡面有往內奧 對對對 我們看朱老師這邊 朱老師這邊看起來 他就往內奧 可以把它收起來 我在學校 幾乎每個老師都跟我要一個 每個老師都跟我要一個 每個老師都跟我要一個 他說要看看班人在搗蛋 三毛巾 後來校長也拿一個去 馬國會收給他 給大家看到 在這裡可以收起來 而且可以保護晶片 他可以放在筒袋 這樣有一點喔 可以來看遠方有沒有放大 有喔 可以嗎? 有問題 很簡單 輕巧就是沒有關係 很輕巧 可以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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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然後把圖片都可以發出 一根的字 就兩張 這樣 一根 就再放大 好 這樣 我們的宗教 我們可以幫大家發出這個東西 看不到可以用光景來看 你可以看那個螢幕 看到沒 要兩張 然後每個人的演劇不一樣 所以你要去調整 演劇 他們這也剛照片的 這有像圖片的那個劇 可以去調喔 可以嗎 調完之後放在桌上 用指示望遠鏡來觀察 理論上就會成功 我再說明一下 指示望遠鏡的正確名稱叫做 茄略略望遠鏡 這種望遠鏡的方式叫茄略略望遠鏡 茄略望遠鏡 那你可以找部落格來看 科學遊戲部落格 我這邊會解釋說 他是怎麼看到成像的 因為他是兩個透鏡來成像 這樣子 換別的底子都發寫在 科學遊戲部落格 不好意思 不好意思 老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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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傻心悅目 OK嗎 什麼問題 你把那個照片兩張放在桌子上 放在桌子上 你為什麼不把他牽連好 那是因為每個人眼具不太一樣 這第一個 第二個 像我們家小P這個小朋友 他近視大概接近700 小P大概近視700度 我們家小朋友 那個女生大概進步300 近視大概300 像老花 老花 所以老花就不要麻煩 有點遠視 所以每個人眼具又不一樣 間具又不太一樣 所以要自己去調整 老師建議你靠近來看 不會差太遠 雖然不一樣 但是不會差太遠 所以靠近來看 就是把那兩張圖片 靠近一點 大家了解嗎 靠近一點 靠近一點 然後再來去調整它的距離 然後呢 你的指字網 先靠近它來看 靠近它來看 然後去調整那個距離 你會發現 當兩張圖片 結合了一張的時候 都產生4X效果 它就變成立體 怎麼樣 看了畫在這個距離 因為你都會看到默契的單板 所以不要麻煩一點 不要麻煩一點 所以這樣直接看就可以了 也沒有這個效果 沒有 這兩個距離環境的充電 這兩個稍微一點充電 這兩張照片很充電 所以假如說 你的家 照了一張 全家屋 幫你照的話 那你照兩張完全一樣的照片 就一下 你看螢幕 看螢幕 這兩張照片 然後呢 上面有一個 兩片透鏡 的話 你就會看到這樣的效果 這個照相果 照相果要幫你處理 像高雄就有人 高雄在那個名城路上面 就有那個 專門幫你處理那個3D 眼鏡的 3D那個3D照片 你會發現 你家小朋友站在你前面 他真的會浮起來的感覺 靠近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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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朋友可不可以舉個手 哇 還不錯啊 我們剩下一半的朋友 大家繼續加油好不好 下次再跟我們做一些配合 好 那接著 假如說 比如老師 別聽說 或者同學也說 老師 你不是看不到效果 那怎麼辦呢 用鬥雞眼的方法 你們知道嗎 以前在流行叫5D 3D 4D的那一種影片 那照片啊 看不出所以 但是你把它用鬥雞眼來看 哦 居然那個東西就服務起來了 有這樣曾經留情一段時間 那東西你們看吧 來看 也可以 還有一個方法就是 寧視的時間久一點 好 把它寧視的時間久一點 寧視久一點 大概差不多10秒這樣 理論上都看得到 理論上 啊 有些人看這個啊 會投影啊 呵呵呵 你看 看這幾天的 這幾天的 可以嗎 你看 第一 二 三 四大牌 很久了 啊 四五大牌 沒 沒拍到 都沒拍到 那你回去喔 再把那個 之後你把它收起來 喔 把它收起來 就好 那你回去喔 之後你把它收起來 好 那可以嗎 這個部分就比較純粒 純粒裡的部分 像光水嘛 簡單中學一期 好 那這一批畫是 前天才剛到的 大律器還不錯 剛到 因為它嚴重缺貨 因為它單價蠻低的 所以它們 三鳥協會啦 三鳥協會 三鳥協會不是天體螢 所以是三鳥協會 還有那個什麼 還有那個什麼 壁圖科學 那個學系啊 他們都喜歡聽這種東西 他可以觀察一些 星象之類的 很立體喔 真的很立體 對 就是說 那些距離啊 所以有些人可以找得到 那些人可以 然後這兩張要把你靠近 不是你也很遠 要把你靠近 其實蠻靠近 甚至於重點 好 重點 可是你會發現 每個人不太一樣 你看得到你的小朋友 不一定看得到 所以要調整一下 因為每個人街巨不一樣 眼寬不一樣 第二個 近視遠視和動畫不一樣 好 這樣一個問題 好 這都比較靜太的 接著我們要玩 今天的壓軸 就是化學 化學 化學比較好 那記得喔 九一根不能怎麼點 不然這樣拉起來一點 那是危險的 好 那九一根要裝幾分滿 誰知道 三分之二 三分滿 那很危險 對 三分之二 那老實問你啊 那如果沒有三分之二 過滿 或者是 過滿很簡單 那如果 如果只有一點點 那可是九一根要不夠 我現在教大家一些安全的守則 一些方法 那這邊就講到 化學中的物理概念 我們知道喔 這邊爆炸 可怕的就是什麼 氣爆 氣爆是最危險的 那很多人都不曉得喔 包括這些老師都不曉得 那我稍微講一下 如果這個酒精 酒精燈裡面的酒精太少 那怎麼辦呢 我們把它打開 幹嘛呢 CPR 就給它吹氣 把裡面的酒精濃度 裡面的蒸氣濃度降低 把它吹掉一些 吹掉一些的話 它爆炸機率就非常低了 這樣有一點嗎 尤其喔裡面幾乎空的 反而是危險的 因為氣爆的威力 比這個 點酒精爆炸威力大多了 知道嗎 氣爆的威力比較大 那接著呢 我們就這樣把它點燃 然後不要點不來 你不能這樣拿起來點 那如果我說 酒精一直點不來 還有一個方法 你真的 可以說花火 對 你很煩耶 你不要火的哏 你先你下去休息一下 好 這位先生 小弟同學先那個 因為他們討厭跟了兩百多長 都已經看膩了 好 酒精 好 好 然後這個呢 我看能不能點的 好 我教你 如果說點不來 不要氣得半指 好 怎樣呢 就這樣 沾一點酒精 好 安靜 好 我很擔心他 隨時跟你吐槽 然後呢 導師繼續強調 重無危險的實驗 千萬不要再自己加作 好 在 別人加作 OK 好 這需要點勇氣 這個要捏掉 好 這個導師你怎麼那麼勇敢 跟我練過 練過 OK 那我來示範一下 這叫隔紅桌 我從這邊教一個基本概念 這個火 你可以把它調小一點 看那個 這個 這個蕊 我習慣喜歡用 藥用酒精 藥用酒精 它的純度大概百分之百 那這個酒精 大概百分之七十幾 七十八 八十左右 八十幾 這個教育買的 所以這邊用酒精 這邊 有是不是 用純粹酒精才能比較好 不然 動不動就捏洗 那這個時候你要怎麼捏 我稍微講一下基本概念 通常 我們要看 這種小實驗很有趣 但是相當的危險性 但是它的 就是說 我通常喜歡這樣示範 我第一次示範 其實不是示範給全員看 是因為 實驗室的火柴棒 全部會點光 結果居然 只有剩下一根 他就點了一個酒精 另外還有六組學生 然後等了阿奧大夫 怎麼要做實驗 寫好 沒有火柴棒 那怎麼辦 所以我就這樣把酒精 一個個排好 然後就 捏捏捏 用來接一個 接一個 然後就一次把他點了 然後學生就拍手 玩這個就好了 不要再做實驗了 好嗎 這個是非不得理而用之 因為學生 現在 學生連點火柴的能力都沒有 一點 是斷掉了 再翻根 整包點完 竟然沒有點起來 哇 所以 或許我們台灣的教育 是太過保護學生 當然也就是說 很冒險的做這種實驗 當然不是冒險 我想 東西是可而止 但是 你完全 不當學生練習 連打火器都會用 但是打火器壞掉了 點不起來 我要出力 你要出力好嗎 對不對 這樣嗎 所以有時候 有些學生會主動 老師我常抽菸 我會 哇 該怎麼講 過由不及 就是過由不及 那我們點的話 這樣點 不行 再一次 剛剛那個沾了比較多水 再一次 再一次 捏 這樣捏 捏捏捏 好 故意的 再一次 捏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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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碰到就過來 然後再一次 然後捏絲 黃老師你怎麼那麼勇敢 我勸你不要這樣做 好嗎 把這種危險實驗不要再別人家做 好 過來 那你記得這個距離不要太遠 不要太近 剛剛好 捏的時候這樣子 三根子 那這個是 明明是一個燃燒 是一個化學變化 把它轉換成一個物理概念 什麼樣的物理概念呢 我們沾了酒精 就是它的濃度比較高 這樣懂 濃度高 那後來把那個 氣餅儲存在這邊 有點類似儲存在這邊 那這一點點 一點點就可以 甚至於你如果怕的話 我教你拿鞭的手而已 但是不要這樣做 我教你用鑷子 鑷子 鑷子知道嗎 要搬棉花 要有沾濕的 就棉花 然後噴一下過來 也可以 也可以成功 可是這樣比較不酷 我們就會耍酷 所以看 你看就好了 捏 會不會燙還 溫溫的 不會不會燙 我應該說很燙 然後看 阿爸才不會亂病 這樣捏 捏絲 再一次 捏絲 捏絲 晃一下就過 我希望 哈哈 好 再一次 捏絲 然後換鍋 打火機 打火機 對 不要這樣太遜了 再來一次 你捏絲 你可以讓主耳 多一點 主耳多一點的話 燃燒面積就大了 這個概念 講半天有沒有成功呢 還是沒成功 這個,我用這個好點這個好 好,你還好 老師你怎麼這麼把它捏洗呢? 我教你一個原則 原則上,你燃燒要有三藥素 哪三藥素? 空氣 空氣 就是可蘭霧嘛 助蘭霧要達到藍點也非常好 助蘭霧、可蘭霧還有達到藍點 所以你摸的時候這樣捏 捏絲 捏絲 碰一下就可以過來 等一下 手很痠 我剛剛真的故意要再一次喔 我跟你講你燃燒之後它毛細現象的 偵探作用的 偵探作用 就用葉子的偵探作用之後 你越後面越容易成功 一開始不要燃成功 因為它還沒上來 酒精還沒上來 所以我把它捏洗 OK 那這裡我再弄一遍 你看喔 百發百中 再來一次我們這樣捏 你要捏絲 碰一下就過來 等一下 今天都不會順 什麼顏色的火焰啊 綠色的火焰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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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到沒 看到 這個綠色的火焰 都噴到裡面了 好 那我稍微講一下它的原理 這裡面喔 除了一半的水 一半的酒精 一半的水 一半的酒精 之外 這個藍色是什麼 有沒有誰知道 汽油喔 不是 藍色的咧 不是穩潔 穩潔鬆起來 就是所謂的瘤酸桶 這種瘤酸桶 這種瘤酸桶 你知道有沒有聞到一個味道 它就是類似這種沙風劑的味道 但是藍色的濃度很低 所以一半的水一半的酒精 記起來喔 一半的水一半的酒精 最後一半的水呢 因為喔 酒精很難溶解那個瘤酸桶 這是化學的怪概念 那禦談的概念就是說 你溶解跟溶解度有關 假如說你溶解的量 越少的話 表示溶解度比較低 大家可以了解喔 所以你用水去溶解瘤酸桶之後 再加酒精 就是要增加它的怎樣 增加它的火焰的程度 也就是說 劉酸桶這種銅離子 它電子藥籤 就是比較難的科學概念 電子藥籤 電子軌距又屬於化學這一塊 然後它從高能階跳到低能階 這樣了解嗎 它會放出這樣的光線 是綠色光 這樣了解嗎 只要說你要產生專銅色火焰 就要加綠化石 這是化學這一塊的概念 因為我想說這邊是物理科學教育中心 它會比較偏向物理 化學比較少 這樣了解 所以我是希望說 藉由這個實驗 來了解一些化學裡面的物理概念 物理裡面的一些化學概念 我覺得這是相關的 OK 好 我先讓答案結束 可以嗎 好 接下來我們來示範一個東西 叫做史萊姆 那我現在需要熱水 剛剛那個熱水已經擠很久了 OK 好 那我們請大家撞一下燙杯熱水好不好 好 那老師要講一下喔 跟著老師一起唸 跟著老師一起唸 等一下喔 這個東西叫做彭沙 在這裡 頭把尾巴貼起來 看到嗎 在這裡 這邊有一個攝影 這樣做一個特寫 這個東西叫彭沙 我剛問過我們朱老師 他說好像這個東西還沒完成過這個實驗 這個實驗蠻經典的 在化學裡面叫膠連作用 膠就是膠水的膠 臉就是臉盒的臉 叫膠連作用 它的物理概念 它越南的物理概念叫非牛頓流體 抽象 那什麼是牛頓流體 就是水啊 水啊 水喔 像水汽油這些 牛頓流體 非牛頓流體 等一下就做給大家看 但是盡量 這東西叫彭沙 跟著老師唸好不好 彭沙有毒 彭沙有毒 第一次還沒有唸 再來一次喔 彭沙有毒 彭沙有毒 對 所以等一下 做完這個實驗 一定要洗手 而且要用肥皂起 好不好 有沒有問題 這有毒喔 但是你做完這個東西 它是沒有毒的 很神奇 欸 大家有聽過潘經典的故事嗎 有 那是個悲劇 對不對 我當然就被毒死啦 他可以從什麼毒死 噴殺 OK 噴殺 好 那現在老師來示範給大家看 這個水大概是 注意聽喔 等一下加這個水不是越做越好 這個水大概三分之一 好 三分之一左右 然後把它倒一下 可能大家看不到 應該用透明杯比較好 可是透明杯的缺點 可是 透明杯容易怎樣 容易那個 溶解 好 接著呢 我們來加入什麼呢 加入這個東西 叫做 澆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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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記得比例 1比1比1 1比1比1 什麼1比1呢 這個是熱水 越熱越好 欸 這樣可以做 可是澎沙 澎沙 澎沙一般在化工材料行 才買到 化工材料行 化工啦 那接著呢 這個澆水多少 這是1對不對 假設這邊是50CC 這邊就50CC 這樣懂嗎 50CC把它加進去 那接著呢 你要做一件事 把它拼命的給它攪拌 用力攪拌 我們拿那個 竹塊 那怎樣每個人呢 一根竹塊 當然小孩都有 好不好 當然小孩都有 來 這個竹塊 做完之後 大家應該非常驚訝 把它攪拌 你知道嗎 1比1比1啦 所以剛剛熱水這麼多 澆水就這麼多 一樣多對不對 大約啦 我們台語的中期台語 大約啦 量起大約 然後再來的時候 再把那個什麼 澎沙加進去 這個澎沙呢 我們用什麼呢 我用一個比較 好看的顏色 這一桶 藍色好了 好 一樣 1比1比1 所以剛剛澆水多少 熱水多少 澎沙就多少 這樣了解嗎 所以等一下熱水不要裝太多 先做成功再講 那我們就把這樣的澎沙 澎沙水先倒在旁邊 這是藍色 對不對 漂亮藍色 把它加進去 1比1 好 接著一樣給它攪拌 老師 剛剛要攪拌幾次 大概兩百次就好 兩百次 兩塊啦 其實兩塊 但是等一下要注意 那個印象是熱水 不要噴出來 噴漸出來 所以小朋友就不好 了解嗎 接著呢 我們就要看到 什麼叫飛牛頓流體 排冒煙 好 看到沒 這就是飛牛頓流體 然後接著完之後呢 通常是藍色拉麵嗎 不是 接著不能吃會把握的 把握就完蛋了 意思 那把它捲起來 這是超級麥芽湯 好 ok 接著呢 把它拿起來喔 好 然後它的分子 它的反多瓦力非常的強 反多瓦力非常的強 反多瓦力非常的強 它變成這樣子 然後接著呢 所以等一下每天可以做很多 好嗎這個喔 大家都會瘋掉 好 好 反正很大 好 好 這個沒有毒 黃老師的塑膠會怎麼樣 就拉出來啊 一定會拉出來 而且不會消化 它這個東西 它跟塑膠沒有關係 沒有關係 沒有毒 這個喔 它的物理概念是這樣 它就是一個 因為反多瓦力非常強 所以它有這樣的焦點作用 這樣的焦點作用 這樣的焦點作用結果 其實我問過一些化學教授 他們認為啦 像宇悅川教授 中間大學宇悅川教授 他們認為這個就不是化學變化 可是一般來講 這都歸類在化學的反應裡面 大家了解嗎 等一下老師準備了綠色的烹沙水 還有準備了那個 叫做什麼 叫做那個 紫色烹沙水 他喜歡什麼顏色 自己調配也可以 自己決定 自己決定 老師應該加了色素 對我加色素 欸 我這樣是使用色素 好 這樣可以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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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要玩的時候要小心 好不好 懷孕躲不了 這樣一定可以做一大堆喔 然後這個呢 老師稍微講一下 記得喔 你拿 你做完之後拿回家之後 最好用密封袋把它裝起來 就是所謂的夾煉袋 它會幫大家準備啦 而且你拿出來完之後 放回夾煉袋 要不然喔 它會蒸發掉 最後會變成彈體球 最後變彈體球 很硬喔 很硬的彈體球 然後丟下去會 回彈 回家試吧 後來排個月吧 好 你看這個效果已經很好 請問一下它水如果蒸發掉 還有什麼 對還在啊 它一樣沒有 一樣沒有 因為喔 有毒的是這個東西叫 膨砂 HBO3這種東西 它是弱酸 膨砂 或叫膨酸 那這種東西喔 我都會這邊寫有毒 有毒 OK 沒你毒 還換一個褲子頭 那於是呢 我們把它放進去之後 那個痕啊 它跟那些 這個膠水叫聚體基層 這種東西會連結在一起 這樣了解嗎 所以喔 你做出來的效果 它應該要像這樣 應該要像這樣 這樣效果 應該是非常好彩 對 看到沒有 它幾乎不會斷練 看到沒有 什麼好噁心 要用我們的方異好嗎 好 那現在呢 我們就把材料放下去 一人一根筷子 一人一根小杯子 好 然後再那個 這是一個球 我們把這個球 會得很簡單講 魔術三個原則 第一 不能講秘密 第二個呢 不能討論 但第三個 同一個場合不表演兩次 同一個場合不表演兩次 好 這樣了解齁 最後是表演一次 但是說明說道明 大家一定也會了 我示範大家怎麼玩 一開始我們先把球拿出來 OK 球 This is a 球 這個紅色球 我把它放進去 看到我把它刪去 刪去裡面 那接著呢 這杯球 那接著呢 這也是空的 空的 空的 看到喔 看到 接著我們把它放在這 我蠻喜歡魔術的 那接著我們把球的靈魂叫出來 看到球嗎 其實有 充免看得到 好 我把它丟進去 丟進去 好 丟進去囉 接著呢 我們來見證奇蹟 來 一二 三 五 我們再把球靈魂叫出去 好 抓出來 把它抓出來 在這邊喔 在這邊喔 好 在這邊喔 好 接著喔 球過了 就消失了 哇 那球怎麼來的 我知道 知道的不能講 好 知道的不能講 我要留下一點秘密 好 現在我們還要把那個 魔術放下去 充免放下去 就是每個時候有 是不是 好 我們立刻打開 你看 原因在哪裡啊 有誰知道 我再跟我上去換 就把 好 就這樣 好 好 其實你沒拿到那個球的 沒關係 齁 這個小魔術叫 冠神 等一下你看就知道 你把它切斷在固園 叫做 冠神固園 好 因為齁 這是我上次擔任一個草活動 科學禮活動 它增加一些 就贈送給我們的 科學教育中心的 火花像一套 像這個 這個 各取一個 不是各取一個 不是各取一個 各取一個 只能選一個 各取一個 就拿兩個 這另外一個 斷神國術 上次我來秀過 好 好 那接著我要進行最後一個 因為這樣最後十分鐘 那大家先請那個 家長先幫 小朋友把 魔術道具先全部收起來 回家便 好不好 回家再慢慢玩 好 先收起來 收到那個 密封袋裡面去也可以 收到那個包裝去 先收起來 魔術的誘惑力在台上 不好意思 今天的東西 我現在 帶來太多了 做成鋼 做成鋼 來 大家先收起來 好 看老師這邊 我要進行最後一個實驗 這個實驗大家要做一下 才要給你帶回去 才要給你帶回去 好 注意看喔 會怕爆炸 孤下耳朵 對不對 只要玩化學 就跟科學 絕對相關吧 對不對 那我們的物理裡面 跟聲音 聲音很關 這是炸彈包 炸彈包 那如果學生 他是用腿 用打的 用踹的 不要這樣做 你摸摸摸裡面 一包叫檸檬酸 摸摸摸裡面 一包檸檬酸 那你摸到之後 裡面有一包 把這一包檸檬酸把它壓破 壓破的時候 它會膨脹 那記得喔 玩這個實驗 曾經有被炸傷過喔 曾經有被炸傷過 所以要小心 被放在耳朵 很大聲喔 跟你講 所以你看喔 這個旁邊 有三個封住的地方 所以有一個地方 沒有被封住 大家瞭解嗎 因為他是整個這樣 跑過來 所以這個地方 是完全密閉的 它炸開 一定是往這三個角炸開 所以你如果壓了之後 壓了喔 壓了喔 會爆炸 壓了之後 開始膨脹喔 你聽一聽 喔 這聲音 有聽到它 劃靈反應的聲音 接下來呢 炸的話 不要對準人 往這邊 這種危險的實驗 千萬不要在自己家做 老師不好意思 我開玩笑的喔 很大聲 它不會爆炸 反正是爆炸 但是它沒有火焰 這種東西最討厭就是它的未爆彈 就是沒有炸 傷腦心 那這時候該怎麼處理啊 所以等一下老師來示範一下 怎麼玩這個東西 安全的玩 它已經很膨脹 已經緊繃了 你知道嗎 噢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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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噢 產生了什麼氣體 所以我們快就爆炸 沒錯 二氧化碳 我們要玩的並不是說讓它爆炸 來示範一遍,有沒有剪刀接一下 剪刀 當然啦,你用兩個十塊錢,你可以把它切開 大家看過這個小魔術 用十塊錢,兩個十塊錢把它夾住 用硬力原理 來,我示範一下 我就不示範硬力原理 接著,等下老師會幫你全部打開 那我們來完成最後這個實驗 表演完之後,我們就可能要立刻回高雄 那你會看到兩包 一個就是檸檬酸 這個東西叫檸檬酸 那你剛好,老師我檢驗看看 不要,不要做這種事 再來第二個,裡面是小豬大粉 所以這個反應叫做酸鹼中和 不是永和,酸鹼中和 那等一下我們需要一個杯子 好,那我們來做什麼樣的實驗 叫做隔空滅火 二元化妝可以滅火 我們用這樣來證明隔空滅火的小實驗 把它點打 那要不要拿那個藏口 藏的蠟土 這樣就不一樣 就用這樣 這樣把它點打 可以可以,三個就好了 OK 那點了之後呢 你用三個就可以了 你就示範就好了 當然在滅火器裡面 大概就是產像這樣的話 好,那老師來示範一遍 怎麼做呢 你有得到一包檸檬酸 再一個什麼 小豬大粉 小豬大粉 小豬大粉裡面,對不對 它是白粉 我倒給大家看 白粉不是那個毒 不是那個毒 我們當然其實這是白 白色看到沒 白色的粉 白色的粉末 那接著呢 如果是菇利酸有這種效果 接著是檸檬酸 記得檢的時候 不要噴出來 這最後一個實驗 那接著呢 所以我帶杯子來 也是有兩個目的 一個做史萊姆 一個是做這個 那把檸檬酸剪掉 那接著呢 我們就把這個 我們把它倒進去 這樣立刻早點反應 好 那接著我們把它蓋起來 稍微這樣蓋一下 大家聽解嗎 我就教他們 用什麼課本都可以 就是不要用梨化課本 好嗎 每用自然科 什麼科 都不好 就一定要用國文 英文數學 沒關係 開玩笑的話 那這樣子 一段時間 就會產生大量什麼 大量 那我們知道 二王上比空氣應該比空氣重 對 所以我們來看 熄滅 對不對 熄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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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空氣會把它吹熄 這樣就可以 它真的可以熄滅 它有 這個東西 你看它在彈大量的泡沫 看到沒 它在彈大量的泡沫 所以你看 飛之拉都還留著嗎 沒有 沒有 它就在飛著 放手裡 這個角度 裡面都是泡泡 有沒有看到泡沫 泡沫 所以它產生大量的泡沫 就是碳酸 碳酸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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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它變成很多泡沫在裡面 所以我們的滅火器就是根據這樣的原理 這樣可以了解嗎 這個會產生大量的完碳 所以等一下我幫大家剪開 我們就自己組完這個實驗 那我們就要下課了 好不好 那我們現在把這個 端童蠟燭 放下去 好不好 我們給家庭回單位 每個家庭兩顆 好不好 來 我們請那個指標來幫我們發一下 每個家庭兩顆 好 每個家庭兩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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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這個呢 這個叫放屁包 或者叫炸爛包 我會幫大家剪開 好 避免說等一下壓著掉 然後就有炸到小朋友 這樣就差 好 然後每個家庭呢 做兩顆 好 為了增加效率 老師發下去的時候 要吹不起蠟燭 這東西要吹不起蠟燭 所以等一下要滅 我不要滅這一個 沒辦法滅起 因為這個東西 裡面還有眉粉 石是眉子粉 然後是眉 你知道嗎 眉 三生眉 對 這叫眉粉 這個眉粉的話 它就出起 它就產生火花 那這個呢 等一下 就以家長為主 好不好 家長就拿一根 重新點燃那個端桶蠟燭 我們要滅的是端桶蠟燭 好 這個不會被滅掉 好 那記得 那個蠟燭不要滅到 好不好 盡量不要滅到 我們就傳下去好了 請助教來拿一下 好 這個麻煩助教來拿 這是火種 就是用來點那個端桶蠟燭 對對對 對 但這個蠟燭是最不洗的 不要試得去 遮洗這個蠟燭 好 所以這個是 我們請助教來拿 請助教來拿 我幫你們把那個 成功了請舉手 成功舉手 哇 比如說 給自己掌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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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非常好 非常好 是最優秀的一群 講自己要這樣講 知道嗎 我想像做教授 我重播一個很有趣的小實驗 好 講一下喔 你喔 記得裡面有一些水 沾口水而已 但是要不要緊心 你把它放在上面 好 然後握一下 它會產生什麼 它就怎樣 這樣瓶蓋會怎樣 會跳對不對 那接著呢 等它跳了差不多之後 你把它倒過來 它會怎樣 吸附住喔 它會跳下來 為什麼 大什麼 大氣壓力 大氣壓力 為什麼呢 因為把它擠出來之後 大半的空氣把它擠出來 然後這個 擠出來之後 為什麼呢 它受到熱的影響 那裡面的空氣被趕出來 趕出來之後 外面的大氣壓力 大氣壓力 它會冷卻嘛 所以倒過來之後 它會吸附住 這樣有解嗎 我在部落的影片都有解釋 科學遊戲部落的 那另外的話呢 還可以玩什麼呢 假如說 像這個品質喔 像這個品質 大家拿到對不對 你可以玩一個很神奇的小魔術 就是 塞手機 塞手機 然後現在要怎麼做喔 第一步呢 你要在這邊 割一個 割一個手機 這麼大的一個 一個 一個什麼 割一個 割一個 塞手機的時候 要記得喔 你要這樣握著喔 這樣握著 握在這邊 這個時候呢 不要讓對方看到 稍微握一下 這樣了解嗎 然後塞的時候 就快速把它壓進去 然後再給大家看 了解嗎 然後請對方 剝手機給你 這些Peple 所以我們在玩魔術的時候 有一個很強大的技巧 它涉及到很多物理法學概念 至於 玩這個就行 玩道具的一個方式 它比較不需要到複雜的科學概念 它重置的是什麼法 這樣了解喔 另外的話 你看這個寶特瓶 我看還有別的寶特瓶嗎 我看一下喔 你這個底部 底部是密閉的 這個可以 我示範給大家看 好 大家看這邊喔 這個寶特瓶是長這樣子對不對 它的底部喔 這個密閉 這個是比較密閉 有沒有 你給它沾個水喔 你給它沾個水 就可以玩大蝦 沾個水 這個還夠密閉 我找一下 吸一下 就把它吸起來 我看看有沒有 這個還縮起來 好 沾一點水 不好意思 一點點就好了 一點點 沒關係 你把它產生密閉效果 要倒起來 還有 再來一次喔 這個太淺了一點 這個太淺了 你看喔 它的底部也不覺得要深一點了 要給它沾多一點水 你吸一下 它就可以吸起來 就是可以掩飾簡單的大氣壓力 好想這個笑話喔 有學生就會問我說 像我是 你這個會吸 這個會不會吸 這個會不會吸 我回家想很久呢 怎麼吸 我就突然想到 跳跳瓶乾 就剛剛那個想法 就這樣吸 壓 把它壓出來 然後放開的時候 它的空氣壓力就比較強 可以把它吸一下 稍微壓一下 可能要沾一點水 再把它吸一下 這樣可以嗎 你要去想到一些 脂肪 想到一些脂肪 它裡面的物理概念 是相當的簡單 其實我覺得物理概念 比如放學概念 比較好叫 因為放學概念 大部分都是粒子 那些混狀卻多 但才解釋 那比較通向 而且物理概念 反而可以失敗 而且它不用耗材 比較不需要耗材 這樣大家可以了解嗎 OK 那我今天的演示 不要不好意思 因為時間很大 我已經超過半個小時了 真的很不好意思 那我現在就 在這邊告個傳統好不好 好 我們讓個期待 下次再抽片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 好 謝老師這支填術 我們還有兩件事情 要請大家配合我們一下 一個就是剛剛有一個問 可以發下去 麻煩各位 可以有誠意的幫我們填寫 幫我們看它 請問不要就 一路從頭勾到尾 然後有一些建議的話 也歡迎你寫在上面 讓我們可以越辦越好 那第二天要請大家幫忙的事情 是 可能要借你的手一下 因為 呃 今天的節目真的非常精采 所以我們看以後有沒有機會 就是一年請謝老師來兩次 主要請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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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 今天節目這麼精采 我們大家要特別謝謝 謝老師 遠從高雄過來 所以我們這邊有一個 一樣的有個感謝莊 謝謝老師 謝謝他 謝謝大家的操心 謝謝老師 謝謝老師 喔拍照的 拍照就不錯 謝謝 你好 好好